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领袖习近平以及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展示军力 强调要准备打仗 打胜仗 在美中贸易战 芳心为爱 北京不断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际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这种武力炫耀引起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警觉 与此同时 对中共政权的军力到底是实力还是花架子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依然意见分歧 9月29日 在中共建政6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宣传机构中央电视台所属的央视网发布新闻联播头条新闻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79集团军时 强调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加快提升打赢能力 在当今中国 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国军队依然是中共的党卫军 尽管中共1949之前 在中国大陆跟执政的国民党政府 争权的时候 强烈要求军队国家化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再度高调宣传 人民军队忠于党 中国网民抱怨中共的这种宣传口号非常可笑 类似于宣传张三老婆忠于理事 也有网民抱怨 既然中国的军队是中共的军队 为什么中共不出钱养活他自己的军队 却要由全体纳税人出具款养活中共的党卫军 与此同时 众多的中国人看不起病 尚不起学 住不起房 老无所养 中共当局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对网民的这些意见不报道 不评论 与此同时 中共的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竭力封杀网民的这种言论和抱怨 中共的央视网报道说 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在视察79集团军时发表讲话说 要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 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 加强光荣传统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 加强基层风气建设 打捞部队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 强化官兵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 在另外一方面 在过几天里 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 宣扬用于运载高精确度核炸弹的超高音速飞行器试验成功 使中国在超高音速武器竞赛方面直追俄罗斯和美国 眼下美中贸易战芳心慰爱 中共在技术、意识形态、地区安全和全球秩序方面 挑战美国和西方国家 习近平当局向许多国家推销中共那种 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抗衡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此时宣扬中国所谓的尖端武器 研发进展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 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 也在鼓励世人在这方面发挥想象力 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门户网站新浪军事频道 9月22日发表文章说 有意思的是 如此机密的武器 竟然通过微博和某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 发布出来 这显然是一种关系 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跟目前正在打得火热的中美贸易战 有关系吗 就只能留给大家来想象了 在习近平大力宣扬中国军队有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之际 中国军队上上下的腐败之风 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大影响 成为各方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 中国军队从士兵到最高级的将军普遍行贿受贿 军官官职在很多地方明码标价 可以花钱购买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军队被以贪污腐败名义拿下的将军级的将领 人数大大超过在历次战争中损失的将领 与此同时 中共官方媒体所宣扬的超高音速飞行器之类的航空航天技术进步 也受到中国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和观察家的怀疑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中国航天研究员张小平离职加入一家民营企业的消息 引发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 一开始网民议论的是张小平的原职单位 因他离职后导致中国的登月计划瘫痪 而希望召回张小平 在过去的几天里 议论又发生起伏跌宕的波折 因为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 张小平所在的原单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第六研究院 是一个典型的人浮渔士 长官一致 压倒一切的国营单位 该单位领导人只是出于继续将张小平 拿捏在手中的目的而夸大他的作用 还有中国航空航天业的知情人透露 张小平在原单位的境遇 在中国航空航天业具有代表性 该行业技术十分落后 长期以来一直在吃苏联技术的老本 而且还没有吃透 各单位人浮于事 常常是十个当官的 但只有一个报酬低微的兵 各单位相互保密 研究重复浪费 研究成果多是吹嘘 中国航空航天的大项目 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一度声称 他发现了月球上的一座新的环形山 但第二天被中国网民指出 那座所谓的新环形山是虚无有的山 是来自他领导下的中国探月工程的图片处理错误 欧阳自远由此在众多的人心目中成为中国航空航天业界吹嘘和不专业的代表 与往常一样 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对网民由张小平离职引发的 有关中国航空航天业的混乱和不专业的议论不报道 不评论 但中国网管当局也没有对这些议论大力封杀 9月30日 也就是在10月1日 中共建政69周年纪念日前夕 从中国传出的一则照片显示 在中共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严密控制的天安门官场 有人打出横幅标语 上面写着 恳请习主席2023年连任 天安门广场多年来一直在中共军警的严密控制之下 监控摄像头 昼夜监控 不留任何死角 通常在天安门广场 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稍微大一点的纸片 都会被军警迅速接近并制服 但中国传出的图片显示 有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边高举长约三四米的横幅 许多人在围观 没有军警干涉 今年3月 习近平当局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 修改了中国的宪法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使习近平可以在主席的位置上坐到死 用中共的话语说就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但金融时报等外国媒体报道说 习近平表示 他无意终身掌权 与此同时 在当今中国 领导人终身制是一个竞技话题 中国媒体奉命彻底回避 香港经济日报 发表文章 题目是 传中方叫停外交安全对话 中美关系加速恶化 原本预计 本月中旬举办的中美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 传出突然被叫停 美媒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法称 考量率到中美关系紧张 近来美方制裁解放军通过对台军售贸易战持续延烧 中方决定临时取消这次互动 观察人士指 中方此举意料之中 但反映中美关系正加速恶化 这次对话原定由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马蒂斯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等 共同主持 美国之音中文网今引述一名美方高级官员说法称 中方已取消与马蒂斯的会谈 目前不清楚 是否会安排其他时间 习特会去年敲定外交安全对话 而美国纽约时报同样引述 美方官员说法称 不清楚中国取消这次会谈的 是否因双方在众多问题上的分歧 包括向对台出售军备南海和其他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 中美两国元首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 去年四月会面后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 并在两个月后在华盛顿举行了首轮对话 对于新一轮对话传告吹 有美国评论认为并不意外 但反映中美关系正在加速恶化 事实上自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 中方含有的强烈反弹 除召回正在美国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更推迟上月25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美制裁解放军部门及军官经反弹 不仅如此 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先后表达抗议 分别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和使馆代理国防武官 就连贸易战也没有如此规格 马蒂斯日前在五角大厦表示 美国深信需要与中国保持关系 双方正寻找一条向前发展的途径 不过就在美中就双方贸易纠纷不断升级 美方通过对台军售南海问题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要找到一条向前发展的途径恐怕很难 香港经济日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习近平老友批中方借美国自由攻击川普 中国官媒近日在美国爱奥瓦州报纸刊广告 批评美方贸易行动 曾任爱奥瓦州州长与国家主席习近平 相识30年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美东时间周日也投书炮轰中方 只称中方收买美媒攻击总统川普 欺负美国农民 又称中方严格限制国内新闻自由 不许民众真实发声 布兰斯塔德周日在爱奥瓦州 德媒英纪事报上发表专栏文章 指中方用来对国外读者进行政治宣传的中国日报 上月23日付费在德媒英纪事报刊登广告 批评美国的贸易行动 中国政府意在利用美国珍贵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传统 来散布他们的政治宣传 布兰斯塔德发炮回应中方美媒卖广告 他又说 反观在中国 因为媒体受官方严格控制 街头书报摊能找到的异议消息很有限 也见不到任何真正反映中国人民 对令人忧心的中国经济发展轨迹 可能持不同意见的报道 甚至我的这篇投书 中国最知名报纸之一也晚句刊登 布兰斯塔德表示 未来最令人担忧的是 在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引导下 中国人现在透过一系列行动 持续致力获取美方技术和知识产权 这些行动从强迫技术转移 躲避出口管制 到透过网络工具或传统间谍手法直接窃取 他表示 许多爱阿华州民众还记得 一名中国特务曾试图从美国的农田公然偷走玉米种子 他又说 不公平的中国经济政策 已伤害到美国各地小型企业和他们的员工 布兰斯塔德说 美国政府实施关税措施 是为了促使中国废除不公平的政策 并开始让美国和中国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 不幸的是 中国做出的回应是进一步透过报复行动 来伤害美国劳工农民和企业 现在他们还在我们的自由媒体上刊登宣传广告 加强霸凌的行动 中方登宣传广告加强霸凌的行动 他表示 必须说清楚的是 美国政府并非极自身行动 试图限制中国经济成长 他指出 若中国认真看待他们的改革承诺 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义务和公平的贸易行为 中国政府反而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改变举止 并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才能促成更公平的贸易环境 更自由的市场和共同繁荣 我们认为 这些改革会为中国创造更多繁荣 现年71岁的布兰斯塔德 曾是爱奥瓦州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 他与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识多年 关系友好 这也是川普总统提名他出任驻华大使的原因 布兰斯塔德于2017年6月底抵达北京 7月正式上任 据称 布兰斯塔德在第一次任州长期间 时任河北政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1985年春天率领代表团到美国爱奥瓦州考察 并到小镇马斯卡廷了解当地农业和畜牧业 布兰斯塔德称当时他30多岁 而习近平是一名非常具有活力的年轻人 两人关系从此建立 而在他2011年在任州长时 习近平已经是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则在2012年再次访问爱奥瓦州 并与当时的老朋友查局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 中共权贵白手套知道太多 肖建华坦白不能从宽 中正监前副主席姚刚因受贿内幕交易罪 上周五在河北被判监18年 再度引发外界对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案的关注 有报道指当局或以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代表机构 行贿 两罪起诉肖 本报或西肖的问题比这两罪严重 至少涉充当政要白手套 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三宗政治罪 肖被押回内地后坦白招供 换取从宽处罚 但因他掌握太多 中共高层贪腐内幕 即便能走出监牢 恐一难重见天日 早在2014年初 一周刊就在中环四季酒店拍摄到肖建华 在酒店户外活动的片段 并埋身访问他 肖建华当时笑称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不太参与政治 其料三年后的2017年1月27日农历年萨晚 不太参与政治的肖建华 就被内地公安从其长期租住的四季酒店 绑架回内地配合调查 而原因据悉 全部关乎内地政治 性生活 平凡至甚虚 明镜网创办人和平 近日引内地消息透露 现年46岁的肖建华 被关在上海附近 一个军方招待所调查 由解放军看守 当局对肖建华很关照 不但吃得好 还给他配备医生 和平引述消息 指肖建华身体虚弱 就是甚虚 因为性生活太平凡 纵欲过度 又指肖很配合调查 问什么答什么 要什么交代什么 特别是跟权贵家族关系 一五一十全抖出来 都是顶级人物 不是常委 就是政治局委员 现任的前任的都有 据指 因肖建华交代的中共顶层人物太多 连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都不知怎么办 除非习近平为政治斗争需要 决定对某个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动手 否则只能不了了之 和平指当局调查了肖建华一年多 对其交代的问题只采取了两个动作 一是查处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精 杨是肖交代出来的副国级官员 当年主政内蒙古时 对肖的事业大力支持 杨从中获利 二是肢解明天系的财富 消息指 因肖建华做中南海政要家族经手指范围广 程度深 而且跨派系 党政军接涉 被拘查后 令习近平掌握了不少前任 及现任政坛大佬家族设违纪违法的材料 这些材料成为习近平控制对手 不让他们说三道四的武器 某种程度上 肖建华的口供保证了习近平 主导于去年十月召开的十九大排除不利因素 顺利召开 十九大是习搭建自己的管制班子 为习思想树碑利传的里程碑 十九大定局后 当局依政治问题经济手段解决 传统 对被拘查的问题富豪 包括肖建华等 依法处理 分析认为 当局你已较轻地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 代表机构行贿 两罪起诉肖建华 是有可能的 但肖作为渗透中南海的金融大鳄 掌握如此多高层权贵家族秘密 即便日后能活着走出监狱 但想继续享受以前的自由阳光生活 恐怕难以 拉拢习家人遭下令整治 消息指习近平 王岐山在十九大前搞封口行动 是肖建华出事的三大原因之一 也是过去两年众多中国富豪出事的原因 2014年6月 肖建华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 曝光其手下公司曾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 收购习近平包子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持有的 秦川大帝投资公司50%股权 肖孩拉拢习夫人彭丽媛的弟弟彭磊埋堆 消息止息大怒 下令好好治一治这些前客 肖建华涉嫌第二宗罪是财罚干政 自江泽民时代开始 中国富豪在政坛建成气候 他们与权贵沆穴仪器互为利用 介入或干预地方 甚至中央政务或人事安排等 山西首富梅老板张兴明 被称为山西地下组织部长就是立正 肖如何干政暂时未知 但他被拿下显然与此有关 消息指 19大前被当局封口者 还有安邦前董事长邓小平的前外孙女婿吴小辉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上海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等 这些富豪所拥财富的背后 都有中共权贵政要家人的身影 后几位被谈话后表态站队 坚决配合党中央 转去低调 顾获当局赦免追究 马云则选择提前退休 肖建华第三宗罪 使涉2015年中国股灾 2015年初 沪深两地股市开始持续上升 逐渐出现所谓国家牛市的疯狂上涨 乃至失控现象 但6月15日开始 两地股市全面暴跌 虽然政府投入万亿元旧市 两地股市仍暴跌不已 股市市值蒸发约5万亿美元 甚至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公安部介入调查 发现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 国信证券这三大券商 帮助境外机构做空 中政监副主席姚刚等 则充当内鬼 当局是事件为金融政变 是党内倒席势力的阴谋 当时销手握超过 800亿元人民币的调度实力 当局认定它与股灾有关 你已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 罪名起诉销 即源于此 南华早报 日前披露 肖建华被软禁在苏州某宾馆 案件将在上海受审 据报销先后写信 给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求饶 又以月前被判监18年的吴小辉为例 对自己破坏国家利益感到悔恨 判从轻发落 经一年多软禁 由于受精神折磨 肖建华报受20公斤 满头白发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JING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